可是我录一半我才想录的一个内容啊 本来这个过步是很干净的 我把它清理一下 直接给它全部清了 这个行为是不对的啊 跟大家打开 行为是不太对的 但我不曾后悔 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要眼泪 这孤单的滋味 我慢慢的体会 时间它会让我遇见我心中的玫瑰 要等到时间醉 等它远向南北 我断绝我的玫瑰不让它枯萎 要等到时间开 等它远向南北 我断绝我的玫瑰不让它枯萎 这个字口就出来了 也不是为了清字口其实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就是感觉 不是跟字口道也无关 就是因为它那个锈啊 有很多这个有害锈 你不腥的话也没什么很好的办法 就是很多有害的锈 差不多吧 反正就是这样一顿清理吧 我本来想它这个清出来 底下应该全是水银鼓的 实际上好像不是这样的 不是水银鼓的 我本来以为可以清出全是水银鼓 是是不是这一点也是很郁闷的 反正清一清吧 反正这个东西就那样吧 也没管它好不好 反正我之前上拍拍过一次 拍了三百多块钱 连四百块都没上啊 首先给它瞎搞一下 瞎搞一下清理清理 也许还多卖点钱呢 再差也能卖那个价反正 然后最后一步啊 再给它上点包姜 对吧 包姜叶准备一下 来点包姜叶 路桶的地方给它来点包姜叶 包姜叶给它上一上啊 其实就不管它咋样 全部包姜叶给它上一下 上一下呢 就对吧 像这路桶的地方 可以给它上上黑干干黑 是吧 哎呦哎呦 掉到地上去 哎呦哎呦 太坑了 包姜叶给它上一上 也别管它好看不好看 包姜叶上一上 这个地方其实包姜叶 对 上一上包姜 然后呢 这边也是一样啊 包姜稍微上一下 看一下 它好像底下是有水银骨的啊 先看一下 对 然后再看怎么弄 这样的话这个字口啊 包括这个东西 包姜上一上 嗯 嗯 再拿个东西给它擦干 擦干 看一下我这个 货布清理的效果如何 解开这一波了 嗯 包姜上一上 再稍微磨一磨 嗯 弄点这个给它包姜叶放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的话 还有一点那个给它几分钟 这里呢 刚才有点弄露铜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多弄点药水给它上一下 然后呢 这样一来呢 这个底章呢 就会有一定的遮盖 然后我弄个 盒子 嗯 放一下 再放一会 哎呦 我的布呢 我的毛巾呢 毛巾去哪了呀 哎呀 我说毛巾又要去哪了 把插干了 还是有一点那个 有点 哎呦 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黑啊 差不多就这样吧 我不 还是一个红白狼窗的啊 稍微有点严重的清理 可以了 稍微做个保养 稍微那点油保养一下 给它保养一下 背面也给它擦上油 然后再把它弄个东西给它吹干 这个东西然后放在电风扇底下过几天给它吹干 吹干之后它就会呈现一只这种颜色 稍微有点亮 嗯 得差不多就这样 那擦干嘛 拿个布 拿我的布过来 把它擦干 嗯 看一下状态怎么样 这东西油上去了就得马上把它擦干 也不能留太久的太久的话 它对这个东西总汗还是比较大的 看一下啊 整个霍布的状态 擦干就这样了 嗯 就这样了 嗯 最后的状态就这样了 这就没霍布 清理后的状态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